各位,我是呂志华 最近我们是很关注美国的大选形势 似乎忽略了其他地方的国际新闻 原来中国和澳洲在11月份 双方在贸易方面产生了很大的贸易磨擦 以及中澳的关係可以说进入了新的低点 最近中国禁止了澳洲多样的产品入口 包括了木材、龙虾、煤和矿石 究竟为何中国和澳洲突然间关係这么恶化 而澳洲现在准备有什么补救措施呢? 今次我这条短片就想和大家说说 中国和澳洲现在最新的形势 好了,在我未答正题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 呂志华声音雜誌 以及按下小铃铛 给个like我 以及将我这条片讲传出去 多谢各位 最近美国大选引来全世界的注目 而我们都很关注美国大选的形势 似乎忽略了原来澳洲和中国在11月份 可以说暗涌处处 中国就限制了很多澳洲的入口货 令到中国的关係陷入极度紧张 例如在10月31日 中国海关就发现到 原来澳洲的维多利亚原木 就附有些害虫 所以就禁止了澳洲的原木入口 另外在11月初 澳洲龙虾去到中国机场方面 亦是不能清关 就被中国方面扣查 中国方面表示要检查 究竟澳洲的龙虾有没有含有重金属 而澳洲的农业部长David Little Proud 就表示对中国海关这种额外的检查 是严重关切的 现在中国对澳洲的龙虾入口 就和过往的抽查不同 几乎是每一宗都要检查 而澳洲方面 就觉得中国现在歧视澳洲产品 好了 根据彭博通讯社 在这个月24日的报导 就说有50艘澳洲的煤炭货轮 就停泊在中国的港口 超过一个月都未能清关 在这方面来说 就是差不多损失有5亿美元 折合港币差不多有40亿港币 最近11月份 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几乎对澳洲所有的入口货品 全部都是要么就是扣查 要么就不能顺利清关 所以令到澳洲方面大表紧张 而刚刚这个星期 澳洲总理莫里迅 一连两次都发表了谈话 在这个礼拜一 就向英国一个智库 在一个叫做政策交流里面 就发表了演讲 在这个演讲里面 他就说 澳洲过去那些政治策略 就被那些带着中美战略竞争 有色眼镜的人 就以为澳洲就站在美国那一边 就对付中国 这些错误的看待和解读 他就需要读爆这些误解 他就说澳洲现在没有 从来都没有 就是站在这个经济围堵中国的阵营里面 这番谈话呢 他在礼拜三更加是投稿去澳洲金融评论报里面 是将他的这番谈话再重复一次 他也表示 只要他当总理一天 他也绝对不会靠边站 换言之 他就说 他是不会站在美国那边对付中国的 澳洲总理为什么要突然间 说这番谈话 和一个星期两次重复这番谈话 我相信 他是想说给大陆政府知道 他是希望透过他这番言论 为现在中澳紧张的关系降温 好了 中国最近连回的行为 是不是特别针对澳洲 是不是有意针对澳洲呢 实话实说 的而且确是针对澳洲的 其实呢 就要做给澳洲知道 让澳洲明白到 中国和澳洲的关系破裂 对澳洲来说 损害就比中国大 好了 那么中国为什么今次要针对澳洲 以及呢 是这么猛炮去攻击澳洲呢 那大家会见到 其实呢 围堵中国的不单止是澳洲 那例如呢 纽西兰啊 印度啊 加拿大都有 但是为什么中国偏偏要针对澳洲呢 那我们就看回过去的历史了 就看一下中国和澳洲 为什么会交互 那中国和澳洲交互 已经不是今天的事 早在两年前 双方已经是呢 开始慢慢慢慢 就有严厉 开始呢 就是职院的了 早在呢 两年之前 中澳之家 已经是有很多事件 令到呢 两个国家之间的严厉 越来越深 那就慢慢慢慢 发展到 好像今天 这么恶劣的环境 在2018年6月 澳洲方面 通过了 反外国干预法案 这条法案的通过 有分析家就认为 是针对中国而通过的 原因就是 当地那些政客 越来越担心 中国可能是透过不同的渠道 例如政治捐献等等 就影响了澳洲的政坛 其实一直以来 澳洲对当地那些中国人 对当地的华人 一直都有这个歧视的心态 远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当时呢 中国很多人 就去到澳洲挖金 而在开采金矿这个时期 澳洲那些白人 就对华人相当之歧视 就有很多是排外 或者种族歧视的心态 而当时呢 澳洲也采取白澳政策 令到当地的华人 是饱受欺凌的 这个白澳政策 去到一九七三年才是正式废除 这个反外国干预法案 主要就是防范中国 透过不同的渠道 去干预这个澳洲的政坛 去到二零一八年八月 澳洲就以这个国家安全为理由 就是禁止华为参与 当地5G网络的建设 然后就去到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六月 香港就发生了反修例暴动 而在二零一九年七月 澳洲昆士兰大学就支持反修例示威 而当时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馆 批评有关行动 但是澳洲外长佩恩 当时警告不容忍澳洲外交官 其实就说中国 就说他干涉言论的自由 大家看到 从这件事开始 双方已经去到国家层面 互相指责对方的不是 好了 在二零一九年还发生了一件事 当时来说 杨恒军在中国就失踪 其后就证实 他就被中国以涉嫌间谍罪抵捕 除了这个人失踪之外 另外在今年二零二零年八月 澳洲的华裔主播成雷 亦都被中国扣留 那两个人在中国境内被扣留被扣查 亦都形成中澳关系转裂其中道火线之一 好了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在二零二零年四月 当时来说 美国是大规模爆发新冠疫情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将这些罪责归咎于中国 认为是中国武汉实验室 将这些病菌传播到全世界 而当时澳洲就牵头呼吁国际 去到中国里面去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 接着去到七月 同年七月 澳洲方面更加不承认中国对南海倒序宣称的主权 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支持香港这个反修例暴动 想美国想进入中国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 再加上美国在南海一直都是尋忍生事 而澳洲在这几件事方面 和美国可以说沆下一气 大家就蛇鼠一窝 现在澳洲总理莫里森竟然说 他不是站在美国那边 你管这番言论 全世界有没有人相信呢? 中国政府会不会相信呢? 再加上最近 澳洲和印度、日本以及美国 做了一个四方会谈 甚至进行联合军演 这种种事情都可以看到 根本你说不靠边站 只不过是欲丐弥彰 面对这样的情形 中国出手呈戒澳洲 可以说是合情合理 亦应该这样做 为什么我说应该这样做呢?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看 中国就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澳洲所有产品的出口 出口全世界之中 出口去中国的货品 占了他们出口总额的差不多四成 而每一年澳洲对中国的贸易顺差 多达四百八十几亿 差不多达到五百亿美元 你一方面 你就赚中国的钱 而另一方面 你就处处针对着中国 你不要说国与国的关系 就算是私人企业 如果你赚我钱 而你处处对我间公司 都作出很多不利的举措 我相信我也不会跟你做生意 尤其是澳洲有很多那些货品 有很多产品 他除了消往大陆之外 全世界是没有这么庞大的人口 可以消化到他们的货源 亦都是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 是这么有钱 可以买起这么庞大的货物出口 以龙虾为例 澳洲在去年出口去中国的龙虾 总值差不多是7.5亿澳元 折算港币大概有35亿港币 而占澳洲出口龙虾的九成半 换言之 澳洲所有龙虾 几乎全部都是卖去中国 你面对一个这么庞大的市场 你不要好好振息 你处处去刁难中国 你处处在政治上 和美国站在一边 好了 现在中国对澳洲那些产品 逐样逐样地禁止入口 令到澳洲开始感受到经济压力 现在莫里顺公开说这番话 大家猜中国收不收货 我相信大陆政府将会继续对澳洲实施经济制裁 过去来说大家都知道 中国已经对澳洲的大麦大幅加征关税 另外也禁止澳洲四间逃房牛肉出口中国 另外也向中国的留学生发出旅游警告 再加上最近无论在木材、龙虾、煤炭等方面 都禁止澳洲那些产品入口 刚刚传来最新的消息 中国商务部就同清日开始 即11月28日 对澳洲葡萄酒的入口 实施反傾销措施 我相信这样的做法 不但对澳洲产生一定的阻客作用 我相信亦是对其他国家有警示作用 如果你想在经济上得到中国这麽庞大的市场 你就不要跟着美国蛇鼠一窝 狼狈为奸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感谢观看